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嗯好 嗯OK 您先開始還是我先開始 因為您有一個議程嘛 就可能就照您的議程開始吧 嗯好 那我需要念一下題目嗎 都可以啊好啊 鄭偉銘好 今天蠻高興能跟你做事情 那其實我們先準備了三個 大概三個題目 對 那不曉得今天的時間上 大概有四十分鐘左右 不過因為我們提早開始了 所以大概有四十五分鐘 OK沒問題 反正原則上我大概 預計大概也是四月八號 因為我已經上學校的系統請好假了 所以當天我會到台北去跟您 就那個社創中心嘛 那也是大概四十四十五分鐘左右 好沒問題 好那這樣我們就直接先開始 其實我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於就是說 我們國內的軟體人才的招募 就是明顯是弱於 半導體人才的招募的現況 我覺得是說中央政府需要去重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昨天也把那個就是經濟部那個 2018到2020年做的 重點產業的專業人才需求的推估的調查報告 有提供給政委這邊來參考 有看到這個統計資料嘛 有看到 那針對他的其中我會比較關心的就是 因為我目前在學校是負責金融科技 我在學校負責做金融科技相關的一個產業的合作 所以等於說我對那個相關的一些軟 國內的軟體的那個廠商的發展我會比較 最主要是我平常在接觸嘛 所以他們有一些困難點我會比較清楚這樣子 聽說 對 所以其實在第99頁的時候啊 他 他的 就是說他點出來就是說那個 目前來講的話 國內的軟體業來講的話 他的所需人才不易 就是不易到的 大概就是大概佔百分之四十喔 然後攻擊有大概佔百分之十五 那其實來講 這個是在講 就是已經用軟體做服務的部分了 不是說底下的 包含基礎建設或者平台 那個倒比較好一些 對 其實 我覺得來講的話就是說 他還有一次他在100頁也特別提到就是說 他的那個優秀人才 容易被其他的產業國家給挖角 那這個比 百分之三 所以等於說這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 突顯說我們資訊科技類的人才 在軟體業 他如果要同樣帶來招募人才的話 他應該是拼不過那個 國內的一些硬體大廠 還有一些半導體的那個 的那個產業 其實這一塊來講 比如我們清華大學 我們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以資訊工程 然後電機類的圍住 那其實這個現象在我們學校尤其明顯 因為我們去到旁邊就是科學園區了 所以等於說他們這些就是資工啊 然後電機畢業的人 他優先就是選擇類似台積電 我們辦公室也有一位就是軟體開發的人員 就被台積電挖走了 這個我完全了解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們目前在這個產業來講 我覺得應該是說軟硬并進 我個人想法認為是要軟硬并進 因為硬體跟半導體 它已經在一個蓬勃發展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就是以軟體產業來講的話 政府他應該要適時的一些來做關注 然後來做一些重點的提升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 這樣把軟體跟硬體拉上來的話 就比較不會偏一邊 我覺得是不會偏一邊這樣子 所以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個報告來講的話 其實它在後面 101頁啊 它就是講到就是說它 它就會有百分之76 是用既有的員工來做培訓 就等於說它本來不會寫程式的 讓它會寫一點程式 對 可是它來講的話 就變成說它要花很多的時間 來去 因為它變成說它的第一手 是搶不過這些硬體的 還有半導體業的大廠 軟硬并進是從公司內部來做培訓 然後這些員工有百分之79 是在做 就是上這個所謂在職培訓 是 老實點說它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培育這個 那如果假設是說 政府它能夠來去把這個問題 公視的話 那在第一 那它在第一關篩選人才 它就 它就已經可以讓這些 它想要的人才它找到的話 它根本不需要花費這麼大的力氣 跟時間去培訓 四家的人選 我覺得有可能是四家 或是第三人選 對 這點說我覺得 這份報告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應該是 事故點出 我們目前的整個軟體業來講的話 它因為面對所謂的 跟半導體的這個 國內 我覺得國內來講的話 就是 大家都 一面倒是 都想要去半導體的 跟硬體這樣的產業 所以導致就是軟體 就沒有這個 讓大家覺得說 它想要去那邊做發展 對 我會建議政委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 也許可能在一些政策上 或是說 我覺得 目前來講的話 軟體尤其它的 抖重的重點在於來 那我們台灣人來講的話 它心力不高 那所以等於說 基本上我覺得 在發展這個軟體來講的話 這樣的重視的話 我覺得會讓國際看到 台灣的產業除了有 硬體跟半導體之外 那還有軟體產業 那我覺得 我希望政委 可以在這塊上面可以 有一些政策上面 可以做一些 對 我想104頁 其實已經點出了 我們怎麼解決這個的 一個思路 因為 就像我說 被台積電挖走的那位朋友 或者是說 我們之前做G0V 臨時政府 也有很多朋友 根本就是在聯發科等等 我想這個就是事實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抵抗它 但是因為他們願意用 開放原始碼 就是Open Source的方式 繼續分享出他們的工作 所以即使他們 仍是在硬體產業 但他們的工作仍然是 我們一般叫做 資管或者雲端架構 等等的這些工作 所以只要他們持續 把他們工作的內容 繼續回到 像OpenStack社群 或者其他的這些社群的話 等於是硬體廠商 在付他薪水 但他的工作並不是 直接在硬體上去賺錢 像是寫韧體那種做法 而是說在 維運的過程裡面 幫他省錢 省掉很多 本來要人工做的這些作業 但他只要願意把這些 拋棄掉著作財產權 就Open Source的方式 貢獻出來 這樣即使他被挖走了 在硬體產業 我們這些在 軟體產業的朋友 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他們的貢獻 所以我覺得 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有軟體跟硬體 整合能力的朋友 就像您說的 但是這些 大概沒有辦法讓一般的學生 如果你沒有碰到一個真正大的軟體整合專案的話 他沒有辦法在腦裡形成那個架構 如果你在學校解的是一些練習題的話 其實那個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我也很坦白講 因為到業界 你碰到的狀況 跟學校的練習題是不同的 所以像有一個政策 就是所謂的以戰代訓 以戰鬥代替訓練 就是好比像說AI這個Academy 就是人工智慧學校 他們的題目都不是練習題 都是實際的中小企業硬體產業 生衣產業 他們真的目前碰到的 不管品管的自動化的等等的問題 他們拋出來 變成這些學生的這些練習題 這樣學生解決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他碰到open source社群 他就是輸到用時隨便找 把這些軟體元件組合起來 自己可能只要寫5%的程式 這是他的一個習慣 第二個是說他之後就業的時候 他跟這些硬體的產業 所謂傳統產業 就是平起平坐的關係 不是說他要聽老闆的 而是他像管理顧問那樣子 去做職務流程的分析 去增進他的製程等等 我想這個就是 以open source作為基地 然後以戰代訓 讓硬體出題 但是AI的朋友們來借題 這個是我們目前 已經有的一個政策 當然我們也盡量 有open API open source的軟體 在我們的公務上 作為一個示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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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以來講的話 就是像黑客松的這樣的競賽 對 我覺得蠻肯定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幾年 以黑客松的競賽來講的話 就是讓這些學生 可以跳脫他的一個課程 他可以組隊 組隊 組隊來參與 那就是像您 要就是說 以軟硬 這樣的一個 讓他可以去touch 硬體出題 軟體解題 像總統 被黑客松 就是台灣自來水公司 說我們水管檢測 檢漏員要花兩個月 才能夠聽到漏水 怎麼辦 就是有正大讀研究所的幾個 做machine learning的 幫忙他解題 做了一個對話機器人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解決就是業界真正的問題 事實上是我們每天都碰到的 就是缺水這個問題 OK OK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政委 就是以目前的規劃有沒有 有沒有針對就是說 剛才所謂的軟硬的整合 就像我剛才提到 之前用黑客松的競賽 對 或者人工智慧學校這些 對 對 還有沒有類似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較像一些 因為我剛好最近就是 因為抗議嘛 我想說您就是那個口罩企圖 還有這些 讓大家就 我就是糾團啦 其實都是民間朋友寫的啦 對 對 可是因為在您的號召之下 有沒有 大家就是把這個目光就往那邊 往那邊 是這樣 是這樣 對 所以其實這個 基本上來講的話 大家可能不會去管這個 背後到底是民間的工程之寫的 可是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帶動 就是由您來帶動了 所以我不曉得就是說 針對軟硬的這個部分的推廣 嗯 我不想你 也就是說 除了黑客聰的競賽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您 您認為可以把它 或是我們學校也可以來配合的部分 對 那我覺得 呃 如果您有這樣的政策的話 我們學校其實是蠻願意來 沒問題啊 我想我們就是以AI作為一個概念來看的話 其實在台灣做AI的題目 很多都是我叫輔助式智能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說它並不是完全把一個職位自動化掉 這個我們都知道不容易 那 而是說它把這個職位裡面 比較容的部分 像去聽水管有沒有漏水啊 呃 去把它自動化起來 那這一部分 我想一個就是說呃 在台灣做AI embodiment 或者sensorfusion 或做這些朋友 本來就很多了 那我們是盡可能的去讓國外的這些 本來會把我們的人才挖到國外 好比像說 挖到微軟啊 挖到google啊 等等這些朋友 讓他們亞太的研發中心就先設在台灣 所以就算他們不幸被挖走了 還是挖到台灣 對 他人並沒有離開 這樣子的話他 周末比較有可能參加一些社群的聚會 他做open source的時候 也比較能夠 還是就是每個月到黑客松啊什麼 去繼續呃他的職涯跟他的社會責任 可以一起增長 他如果被挖到細谷挖到西亞圖 我們就沒有這個能力了嘛 對 所以就是確保說即使他被這些外商挖走 還是挖到台灣的總部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方向 哦 ok 因為其實我就想要點出就是說 他103頁有沒有 他要點出他目前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軟體業 他在人求人才需求上的一些困難點 是啊是 嗯 他基本上就是說 他可能目前就缺那個 所謂的經驗的架構師嘛 對 這可能就不按你們提到 所謂的軟家印這一塊 對 就你在open source先玩一玩大的架構 反正也沒有什麼業績需求 對對對 那等到產業真的需要的時候 你已經了解大架構怎麼做的 對對對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所謂的信心科技的結合嘛 就是你剛才提到什麼AI 加IoT啊 這種的所謂的跨域的 這樣子的結合的 那這個基本上他也需要一些經驗的累積 那第三個他就是針對那個應用端的API 就是剛剛您提到的所謂的API分享 對 那其實這個來講的話就是 資安啊 因為他現在目前來講 資安就成為險學了 因為他基本上在所謂上面來講的話 大家都會比較注重這個所謂的資料安全嘛 那其實我們學校也因為這樣就成立了資安所了 是 對 成立資安所 那其實第五個就是剛剛已經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海外攬財的問題 對 因為他在海外的攬財 他可能會給他課比較高的稅 對 那或是可能沒有什麼 對這些外國人啊 沒有那麼友好 就導致他可能就不會想要留來台灣發展 對 那如果假設就是 假設以他們這個所謂的母公司來台灣設所謂的研發中心的話 對那他們自己會解決這些簽證就業金卡什麼的問題 對對對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回到剛才提到最後的他那個105頁 其實他這個105頁就最後一頁了 對 那其實他所謂的那個 因為他有IaaS 還有PaaS 那這兩個都是屬於系統面的 那真正在軟體的這一塊的話是SaaS的 這廠商呢 他是需要就是說有創新服務模式 我剛才提到就是比較私屬於商業的 商業應用的模式 跟執行跨領域的那個專案的人才 其實我覺得這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可能呼應像政委剛才提到的 就是說您 假設您設立了所謂研發中心 然後又利用了所謂黑客森的競賽 來講的話 那我覺得 次度來講的話就是讓這些的 這些教授有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教授 主要都是在申請科技部的計畫 我知道 對 都是科技部的計畫為主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一些 因為他都會看說 因為他大概把科技部就當成是政府要的東西 對 因為科技部可能要他申請的東西有沒有 所以等於說我覺得可能有些東西也可以把它放在科技部的案子上面 因為我覺得好像每一年的案子都會有一些新創的部分 對 都會一些新的idea 因為其實我覺得常常機部長他上任之後他做的蠻好的 他把一些原先的一些框架把它拉掉了 沒錯 所以讓這些教授會比較可以放心的做 比較不像以前就是說 他到時候做了會不會被當成是什麼土利什麼的 可能被扣上這樣的帽子 可能他就不太願意去做太多講的研究了 對 所以我覺得以學校來講 目前啊 主要還是以科技部的案子申請為主 對 所以我想說像政委這一塊來講的話 也許跟科技部來做合作 就是把一些案的idea 都可以放進科技部來做執行這樣子 對 像我之前有關心過一個題目 那個也是非常感謝就是梁基部長跟徐有金許次 就是他們的一個grand challenge 那grand challenge有兩個嘛 一個是關於自然語言的識別跟認識 對 那那個呢是很少見的就是真的是開放式的 就是不管你最後有沒有得名 甚至你不是競賽者 這些語料庫都完全公開出來 那讓所有人能夠使用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以前在蘋果是跟siri team合作 我相當了解說 如果你沒有一個在地的語言集的話 那就每個人都要開始捲著舌頭說話了 那對我們的 對我們的發展像長照啊 這些有在地不同口音的朋友們 其實呢最有利的方法 就是把我們的所有的什麼公式啊 公廣啊 警廣啊 所有這些在地口音的語料集 都開放出來 那這個其實是很難得的 以前科技部是不這樣做事的 那但是我們這個這次就是陳部長是非常願意 那後來也是協調到所有人都可以取用 那更不要說另外一個Grand Challenge 就是您剛剛講的資安嘛 我們沙輪的自家車 測試場實際啟用之前就邀請大家來打啊 那我覺得這也是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說不要怕說我們有一個市營運 市營運可能會被打下來 因為你在正式營運的時候才被打下來 那就很慘了 市營運的時候被打下來 你還有改的機會嘛 對那也是公務文化的一個創新 所以我覺得我們跟科技部一直都合作很良好 那我們也運用像民生公共物聯網 像他們國網的這個IaaS啊 其實這個也是 不是Ajure 也不是AWS 不是這些國外的廠商 是國內的朋友們自己搭出來的一套IaaS PaaS系統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對培育國內的人才非常有幫助 我們自己也每天都在用啊 國網的機器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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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基本上 就第一個議題來講的話 大概 因為鄭偉的一些互動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對其實我覺得 應該就是 可能鄭偉就是您這邊有一些好的idea 那我覺得基本上 我們未來有需要我這邊來做配合的 或是說有需要我來跟學校做溝通的 太好了 謝謝老師 謝謝 對 非常欲擁在這樣的角色 OK 那我們接著進行第二題好了 嗯 OK 那第二題來講的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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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站在那個國 國家安全跟那個資訊安全 對 那就是 可能日行政委這邊跟 各地政府我們要 就是要率先支持 並採用國內優質軟體業的產品 嗯 那其實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 呃 因為 因為我其實 呃 我不瞞您說 喔 我自己的使用習慣 也是從賴海水 對 因為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裡面 基本上都是 大家 呃 以教授啊 或是說 像我們在跟教授 我們還是習慣用 呃 信件在做故事 因為信件來講 他都 他要追蹤啊 幹嘛的 對 我也都是用email 我公務絕對不用來的 嗯 對對對 那其實我覺得 賴的風氣應該就是 柯文哲啦 我覺得應該就是 柯文哲幾年前 他那個時候 就是標榜說 他用賴 賴在管控他的市府員工 所以等於說 大家就 大家就有樣學樣 所以其實 基本上我覺得 柯文哲 帶動了 賴的風氣的使用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應該 他算是第一人 那 可是我覺得 賴的工 賴的工 他畢竟是韓國 所以等於說 我們基本上 已經把整個的 台灣的一些 相對一些 機密啊 什麼這種日常討論的事情 都已經搬到韓國去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呃 其實我覺得 就一個大膽角色啦 假設有一天 假設大陸 把這個LINE給收購了 那找不到這個東西 可能就整個都被 大陸知道 也有可能啦 所以我在想說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用我們自己的 一些國內的軟體喔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 像 蔡英文總統 他最近 那 他雖然也是俄羅斯人發明的 可是他基本上 他畢竟是 因為LINE要收費 LINE要收費了嘛 那他 就等於說 他開通了這個 所謂Telegram的 還有就是Telegram 也是open source啦 所以說 你開發一些第三方的東西 不需要付授權費 我想這是最大的一個差別 呃 對對對 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呃 因為如果假設我們 呃 政府 以所謂的那個 國家安全啊 或是這個 資訊安全的考量來講的話 由中央政府來率先 採用 國內軟體的這個 這樣的那個 通訊軟體 我不曉得 鄭偉您的 您的想法 不過我想這分成兩個 一個是對外的部分 就是你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 的部分 那這個我想 總統的Telegram 就是屬於這種啦 我想他也不會用他的 就是那個Telegram 推送帳號 真的討論什麼 國安機密啊 對對對 不是這樣子的 他只是一個推送的 一個管道而已 那這個比較像是 呃 就是公共關係 那像這個小編 這個現在都 非常會啊 這個衛福部的 那個總裁 柴犬啊 在那個Facebook上面 也是很活躍啊 等等 海巡署也很活躍啊 我想那個 就比較沒有什麼 機密的問題 因為他們貼上去的東西 都是只怕人不知道的 所以那是我自己覺得就是 現在大家在用什麼 就用什麼吧 這個是比較無所謂的 但是我們內部的討論 我完全同意您的這個討論 這也是為什麼 當初我上任的時候 我也問LINE說 欸那你們說 你們點對點加密啊 你們群組難道 有點對點加密嗎 那他們就說 他們才剛改了 群組也變成點對點加密 那他們也沒有儲存 那我說那你們到底存什麼呢 存的是貼圖 用什麼貼圖 他們都知道 因為他們賣這個嘛 那好 那 但我覺得貼圖 多少也是會泄露一些事情 所以我並沒有很滿意這個答案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公務是絕對不用來 我們自己 其實我一進來 就自己架了一套系統 叫做Sandstorm 就是中文叫做沙巨雲 沙子聚合的雲 那它裡面就包含 好比像說 多人的試算表 那那個試算表 叫Ethercalc 那個就是等於我寫的啦 那然後 也有類似共筆的系統 有一個叫做HackMD 那HackMD也是國內的團隊所開發的 所以可以說是 我們是用Sandstorm這套資安架構 在裡面跑很多open source的系統 那它實體是跑在中華電信 一個專門給政府 就是GSN嘛 就是政府內部網路 所使用的政府雲上 那任何的 包含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只要你的email的結尾 是gov.tw 你都可以直接用 我們這套Sandstorm系統 它在ey 就是行政院 ey.pdis.tw 所以我們也有在台北市政府啊 在其他地方 有辦過一些教育訓練 那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 一個群組合作的軟體 但是你不想要付 Google或微軟的這個授權費 那我們這邊有一套 純open source裡面 很多部分是國內的朋友開發 那資安處也減證過 沒有問題的東西可以使用 那像裡面的聊天軟體 叫Rocket Chat 那它就跟Slack 長得一模一樣 你如果用過Slack 就會用Rocket Chat 那它裡面的Rocket Chat 也有視訊的功能 那那個視訊功能 就叫做Gitsi 那這個呢 也是我們直接 像現在是架在國網 的伺服器上面 所以它的資料流 不但不存檔 而且那個流也絕對 就是流到國網再出來 或者流到中華電信的 政府專用機房再出來 所以它的路由 也不會到國外 那這個就是相對來講 我覺得資安上 比較可靠 那整套Sandstorm 我們也請 包含Devcore 這些白帽駭客 都已經打過 都已經發過三個CVE了 可以算是比較安全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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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您的這一塊來講的話 就是有比於我們目前 所謂的 所以您上面的通訊 像國內的通訊的那個軟體 就像Duker 或者像那個 我們是用全Open Source 因為這樣子我碰到問題 我就可以自己改 如果我碰到訓聯的問題 或Duker的問題 我還要等廠商 但是如果像 我們用Liberal Office 我以前有碰到一個 什麼私圓黑體 剛出來的時候 Liberal Office不能列印的問題 我就直接下去改 我就改 改掉就好了 我也會寫一定程式 對 所以等於說 你這個Open House 就是在你自己可以掌控的情況 沒錯 沒錯 那要加功能我們自己加甚至 對對對 OK OK 所以這樣基本上 您這個部分 就會推廣到各級政府 我們是都已經 讓各級政府知道 只是說 這都是使用習慣的問題 就是如果他們本來 已經用了某一些 好比像說 像您說的即時通訊 如果他平常用別的即時通訊 已經很習慣了 那當然我們沒有強迫 他來用Rocket Chain 但是我就是說 那比說你即時通訊的部分 沒有這個多人看板 就是類似Trello 那樣的功能 那我們SenseStone 裡面有一個叫WeCam 那是跟Trello一樣 也許你那一部分來用我們的 或者是說 我們同仁也可以自己寫程式 因為他資安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反而最好賣的是 裡面一個一起訂便當的 一個團購的程式 之類的 所以他等於一個 內部開發者市集 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但是我們並沒有 就像小婷跟您說的 因為我們並沒有督導 各個縣市政府 我們更不可能去督導總統府 所以我們不可能 要他們一定得換他們的習慣 我們只是說 這邊有一些工具 資安處說沒有問題 那你們要是 就是不想付這個 軟體授權費的話 你們可以來用 那裡面很多都是 我們像HackMD 都是台灣團隊開發的 你用了覺得好用 也可以付點錢給他們 讓他們幫你加功能 這樣子 OK 所以等於說原則上來講的話 就是 因為你那個 基本上都是openhouse openhouse 來加的話 基本上就架在 中華電信上面 中華電信或國網 我們現在就只有這兩個 對 那也都是資安處 有集合報告 我們也都看過的 對對對 OK 那這樣我覺得就還 還蠻理想的 其實我覺得 這種所謂的通訊軟體 就是您提到的 習慣了 對 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像可能 這個東西 大家 可能問 就是以臘牙塗這種東西 有沒有 大家可能要在社交 對 社交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方便 對 可是如果假設你今天是說 真正要思考到 所謂的國家安全 或是所謂的一個 資訊軟體的話 我覺得 應該就是還是 要適度讓這些政府的那些 沒錯 沒錯 我完全同意 我們LuckyChair 大概三十二個部會 都有朋友使用 那我們每天就是 也會看就是 大概有誰在用 那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像您說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業務上面 用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用過我們Sunstone的公務員 少數也上千個了 說不定可能上萬個了 只是說他來用這個 就會覺得 跟唐鳳政委有關的業務 他要求我嘛 我就得來用這個系統 但是這個 他的黏著性 有沒有好到說 他就把Line丟掉 我覺得百分之九十還沒有 對 哦 了解 對 了解 可是那個 你剛才提到 那個架構叫做 Sand Storm Sand Storm 就是沙子嘛 Sand Storm 我們分成沙巨雲 就是沙子聚合起來的雲 它是完全開放緣馬的 任何人都可以加一套 哦 OK OK 了解 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應該就是 如果政府他已經重視到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 我會希望您的這個沙巨雲 可以讓他可以繼續發揚光燙 對對 因為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政府官員 基本上是拼命行事 對 假設只要是那個 因為他們大概也都是看公文吧 其實我們現在學校也都是看公文 就是公文上面有 可能就是你只要剛剛講 嚴重一點之類的話 那他自己就會 這個資訊如果涉及到的話 那我可能就不想要擔那個責任有沒有 我理解 那可能他就會 對 他應該就會朝向你希望他走那條 那邊往那邊走這樣子 我理解 這個部分我們在跟我們資安處的同仁討論 我想他們現在 尤其是我們現在異地辦公啊等等 也都會有一些需求了 那這個我們也會繼續跟資安處的朋友討論 OK OK 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了 因為以前大家 跑公文還是實體跑 那實體跑 你沒有辦法束縛他改成用現象 對 那現在因為防疫的需求 所以異地辦公 視訊會議 電子公文 突然變得很 很就是這樣子我們講話還比較清楚 我們見面反而還要戴口罩 你還看不到表情 對 這些都變得非常的非常的熱門 所以我想我們也會持續檢討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就是針對那個剛才那個所謂的那個異地辦公有沒有 對 那可能比如說像那個所謂的遠端辦公啊 或是遠端視訊啊 遠端會議有沒有 那您針對這些部分你們 政府採用的系統是有用來的 對 就像我說的 我們剛才是用Rocket Chat裡面的GC 對 那所以其實這個 其實 如果您現在有 好比如說Chrome瀏覽器的話 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試著就直接用我們的那個雲端系統來 來 就是試試看 比起訓練的系統 感覺怎麼樣 對啊 OK 那我就用Email把網址貼給您 然後您試試看 連上來 那我們我們就等於做一個A B測試吧 是這樣子講的吧 好沒問題 好啊 它其實網址就是 呃 我Email給您 但其實它很好寄 meet m-e-e-t-r-p-d-i-s-t-w 那不過沒關係 我現在寄給您 好 呃 我看一下喔 呃 找一下您的Email 等我一下 K-U-O 對對對等我一下 K-U-O 嗯 呃 來 好 我有寄給您了 哦 這樣子 您看一下有沒有收到 我只要貼上去就可以了嗎 對 我們如果都是用Chrome瀏覽器的話 那就應該不用特別設定 對 它也是有一個APP 但是不一定要用那個APP OK 嗯 欸有看到您了 欸 所以它是直接接過來啊 對對 它就是完全純瀏覽器的 哦 所以它是全擺音嗎 對對對 那在這邊就是同樣的也是有這個聊天啊 或者是呃 呃 有一個什麼舉手啊 發問啊 甚至直播啊 對 反正就是很完整 那它因為是開放原始嘛 所以反正需要什麼功能 對 我們就自己加這樣子 哦 OK 還蠻好的 蠻清楚的啊 對啊對啊 那包含就是有一些 呃 比較特效的功能 像我剛剛開了說 凸顯我的臉 把背景模糊掉啊 等等 這些功能 這個 嗯 這個對 用會議也有 對對對 用會議也有 對 對 所以我們目前大概就是用這個 這已經就是等於整合到我們的工作流程裡面 哦 OK 對 其實我會接觸出的意思是因為 呃 台大啦 對 對 因為我有幾個老師在台大公司 那他們 台大是 對 所以 所以其實我的那個音樂同學 是因為我那個高透 就叫我下去 你們看看 對 我才一下子 了解了解 嗯 嗯 OK 這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對 那我就把這個 GC它完全是開放原始碼 那它就是架在我們在國網的機器上 所以我們剛剛是這樣子對談 它本身不會留記錄 因為我就是網管啦 也沒有別人有密碼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路由 它不會經過別的 它就是會保持在台灣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聊一些資訊 比較不用擔心您剛剛講的說 欸有些人就是存檔 存檔之後以後被詬病了怎麼辦啊 等等的這些問題這樣 嗯 OK 所以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正文 因為我看到今天說 你的疫情 大概引發出來就是所謂的遠端 教學 那哪有所謂的遠端打工啊 那我想你對這一點兒 對最快的部分 你認為我 有發展的事情嗎 欸 我覺得有啊 我這邊我們demo完 我就先關了 GC我先關了 好 我想有兩件事了 一個是說 就是我們本來 就有一個通訊診療的一個辦法 那之前總統被黑客送有一個團隊 叫做離島不顧無限支援 他們做的就是 藍雨的衛生所的護理師嘛 讓他能夠不用家屬 好像一定都要 食生機下大雨要飛回本島 就比較可能出一些意外 他們是透過三方視訊的方法 把陽明大學的 然後以及那個專科的醫師 等於兩位醫師指導在地的醫師或護理師 做一些醫療的處置 來說服家屬說 他是能夠學得到東西的 而且也可以值得信任的 所以不一定都要飛回本島 那這個已經在一百多個點 包含一些原住民族的地方 都已經佈見了 這是一個我覺得很好的例子 就是立法院 立刻就把那個就是通訊診療 放到醫師法裡面去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第二個是 其實我覺得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他需要的協助 有的時候是心理的 有的時候到第六天 到第七天 他心裡就不是很舒服了 這個也是真的 對 那所以我覺得遠距的心理通訊診查 目前當然就是線上的諮商或者輔導 如果你是像就是說是聊一聊輔導 不要說有療效 那當然沒有什麼法律的問題 但因為我們有心理師法 所以你一旦聲稱說具有療效 你是諮商心理師 那這個心理師他當然是在一處 就是他的心理師的診所 但是他的個案是不是要跟他在同一處呢 有的時候他的個案就是居家檢疫啊 他根本沒辦法過來啊 有的時候他的個案可能一時心情不舒服 他根本不想出門 可是他願意跟他用遠距的方法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協調就是衛福部 有一個這樣子一個試驗的辦法 那各地的這個衛生局 都可以接受這種心理診療機構的事辦 那目前也已經有一些 好比像說民醫啊等等的這些廠商 又提供給這些心理師或者這些診所 他們所需要的這些資安的一些 或客戶管理的一些套件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數位醫療不是只是生病了去治 也是包含數位保健 就是說還沒生病的時候 讓你別生病的這個部分 對 喔 OK OK 因為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 這波的疫情有點太 太出乎人意料之外 對 真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對 因為他比較不照正常的 我們平常之前都打過到的 那個狀況在走嘛 所以才會導致這個 就是我們原先 他說應該是二 大概就是二月底就結束吧 沒有啊 那到三月 三月底就變成四月或五月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七八月都有可能 這個一隻黑犀牛啦 不是黑天鵝啦 不是黑天鵝啦 感覺好像越來越大隻啦 對對對 對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 不過我覺得他會有個好處是說 其實你看以前我們學校啊 我們學校應該算是切入那個所謂的 學校學習啊 比台大還更早 對 非常早 我記得 我們學校很多老師都非常非常早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錄這個的時候 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錄製有沒有 然後那些老師都錄到說 我錄這要幹嘛 我好像感覺用不太早 就覺得好像我都在奉獻有沒有 可是感覺好像都不會用到啊 因為這都要實體受課嘛 那後來 就這一次就受惠了 那這次很多可能 他就可以讓學生先上網去上課了 我就想說 你看你就是已經走到那個時代的尖端嘛 對啊 我說那些老師很多大部分老師 都還沒有在錄這個線上學習的課程的時候 你這些老師就已經 欸 動足便就知道了 對啊 就用上 他就知道眼睛要看鏡頭 不要看椅子啊 對 對 知識到綠幕怎麼用啊 我覺得那種竅門用 對對對 那種竅門 基本上還真的要實際 實際去錄製有沒有 才能夠感受啦 因為這種就是可能 旁邊跟你講講講太多 沒錯沒錯 到鏡頭前面 就是情境之勢啦 情境之勢 跟氣交他車一樣 對 對 沒錯沒錯 所以剛才就講 像您提到的所謂的遠近醫療這一塊 我覺得 如果也能夠利用這次的疫情 然後讓它可以更完整的發展下去的話 我覺得也還不錯 因為我原先是擔心說 我們台灣好像太小 對 因為台灣好像太小感覺 對 就是這種東西 其實好像就沒有這麼必要 就像國外 因為國外它地方大 不過您剛才提到就是說 其實你不一定要看病 有時候你可能就是 真的在心理直傷啊 或是你要去撫慰他 他也不需要就跑去醫院 對 我覺得精準健康 這個範圍是非常大的 比精準醫療要大很多 對 那精準醫療畢竟還是有需要的人 他當然需要很急切很陰切 可是就像您說的 在台灣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你要到附近的醫家診所說真的 平均距離並沒有很長 對 大家都會願意面對面 但是如果是以精準健康的角度來看 我還沒生病 我就先比較注意一下我的生活習慣 那因為人的生活習慣 我們都知道要兩三個月才能夠建立嘛 或你要戒掉一個壞習慣 那這個就是數位工具真的可以幫忙的地方 OK OK 對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這次衛福部 我覺得他們這個防疫真的很好 對 而且防疫反應非常快 對 反應非常快 然後我覺得基本上 因為這個就展現那個正常效能嘛 對 其實我覺得他防疫大概 將近快90分吧 我看好像前幾天打分數大概87分 還蠻高分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以你們這個防疫團隊來講的話 因為我想說你也是防疫團隊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給你們拜拜 謝謝謝謝 沒有我就是提供一些技術的支援啦 好 對 反正大家一起來嘛 對 所以我在想說 也許可能未來 因為其實我們金華大學目前 也沒有只有鎖定在理工國之管理 我們目前跟桃園市政府 我們應該是目前已經也開始要朝那個醫學院了 是嗎 真的 哇 對 對對對 我們在桃園 我們在桃園地區 因為桃園市政府那個鄧文燦 滿支持我們這樣的話啦 對 因為我們原先 我們在世有個馬接嘛 對 我們那個時候晚上板仙就已經談到 就已經 他們就同意把他的馬 那個馬接的那個 他有個馬接戶效 然後那個相關的 就要搬進清大了 啊 最後那個社會就投卷 就沒了 對 所以就沒了 沒了後來我們就空了幾年之後 那最近又找到了那個桃園的 對 桃園市政府他就決定要大力支持這樣子 所以好像桃園找了三四家醫院 跟我們一起配合 對 所以到時候我們的那個醫學院 都在桃園 就是變成桃園校區等於 哇 OK 對 桃園校區 那基本上我們學校其實在 生醫啊 還有在那個生科方面 這幾個系 在我們學校都還蠻夯的 對 所以我們以那個 我們就只差還沒有 結入那個醫學系這樣 對 所以我想說未來如果假設政府相關 蠻有一些需要我們學校來做配合的 其實我蠻蠻願意來當成聯絡這樣 好啊 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 我們就接下來就是在社創中心 我們就實體見面了 好啊 那今天錄影 你不反對的話 我覺得蠻有教學意義啊 我就PO到YouTube上 這樣 好 OK 那謝謝老師 那我們就社創見 好 OK 拜拜 謝謝 拜拜